对了 我差点忘了 你可是全程皆知的 来星啊 能娶个老婆就不错了对吧 怎么样 这乡下的野鸡一定很带感吧 叶宇 你别太过分 过分 还有更过分的来 来 啪一下 把这馒头吃了 也许我就可以考虑一下 不死费 叶宇 你没有资格辞退我 资格 我家可是这土地的承包商啊 对了 听说你每个月 还要往苏家交生活费 好心提醒你一下 现在马上上月底了 如果你交不上这生活费 你爷爷 躺在冰冰上 可就没办法咯 叶宇 怎么样 考虑好了吗 是吃 还是不吃 吃 你要不要麻烦来 火叶上一言计出 刺满门追 好 我吃 苏远 这种垃圾我们不吃 你怎么来了 老公 你放心 我硬帮你教训 他们这几个狗男人 苏远 这就是你那儿的村库老了 口气倒不小啊 我告诉你 不要欺人太甚了 别说啊 这小娘子长得还挺别致的 要不陪哥几个玩玩 不是 不要太嚣张了 让我去喝 你有你们好看的 哎呦 我好害怕呀 这种村库老的劲儿带开 那样子 既然不想让你老公吃这馒头 不如应该晚上好好地自规一下哥几个 叶宇 你有什么冲我来 跟他没关系 还真是夫妻情深呢 连自己都管不好 还想替你老婆出头 你 你干嘛 你干嘛 你放开我 苏远 苏远 今天就要当着你的面 看看你老婆的苏远啊 叶宇 你放开她 叶宇 住手 你他妈谁啊 少多管闲事 我乃凤凰店 打管家王明 凤凰店 知道了吗 在我的工地上也欺负人 告诉你啊 我取消你们叶家的承报资格 取消资格 你算老几年你 他不是王管家 王管家 那不过管家而已 我告诉你 即使你是凤凰店 我叶家也不是好欺负的 破管家 好 我这个破管家 等一下就让你好看 装什么呢 给你能耐的 喂 对 传我的命令下去 取消业假 在工地的承报资格 对 对 喂 爸 你这逆子 成天在乱胡作非为 连王管家都敢得罪 喂 爸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咱们家承包工地的资格被取消了 今天你不求的王管家的原谅 就别回叶家了 喂 爸 这王管家到底什么来头啊 王管家是凤凰店的贷款人 凤凰店的大小事务都归王管家款 什么 王管家 我有眼不识泰山 您就饶我这一回吧 道歉 哦 好好 王管家对不起我一定 不是跟我道歉 是和夏小姐 他们夫妻两个道歉 夏梦迭苏远 王管家 他们不过是城里面 出了名的灾香而已 你没必要为他们 我王明做事还要你教 快道歉 好好好 租远夏梦迭 今天是我做的不对 你们大人有大量 放我一马 人神攻击我就算了 还戏弄我的妻子 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租远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叶远 我老吴说不接受 就是不接受 可人就该有恶报 我是看在王管家的面子上 才跟你们道歉的 你们算老几啊 蠢货 给你机会你不要 告诉你啊 夏小姐和苏远 是我们凤凰殿的贵客 你得罪了他们 就是对凤凰殿的不敬 从心以后 你们叶家 湖地的承包权彻底取消了 王管家 您可别取消我们家的承包资格 不然我真的回不了叶家了 都是苏泽 只是我做的 什么 是苏泽让你这么做的 对对对 都是苏泽 就是他让我来欺负你的 你这个弟弟 真是千方百计的要害你啊 处处都针对你 滚 好好好 夏小姐 苏先生 你们没事吧 王管家 多谢 不过 您为什么要帮我 苏家大少爷的名声 早有耳闻 我们女皇 对苏先生也是十分欣赏 本次来呢 就是想让你出任 我们凤凰殿在乡城最大的集团 夏氏基础 任总经理 王管家 多笑了 我这个财心 谁会让我去当总经理 您的恩情 我下次一定报答 苏先生 你真的不考虑一下 当任总经理以后 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王管家 您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王管家 您放心 他会去的 孟姐 你干嘛老说自己是在心啊 人家凤凰殿都不介意 王管家 你放心啊 苏远欢喜夏氏当总经理的 孟姐 我几经几两 我自己还不清楚吗 你就不要麻烦人家王管家了 苏远 你别这么说 我相信你 那我就 在夏氏 恭候苏少爷了 王管家 不好意思啊 你先试陪了 哎老公 女皇 这 哎 行了 你先回去吧 女皇 您什么时候回复宫殿 再说吧 这四年我老公被全身持细啊 当做灾心 我要留在书家帮你 老公 你等等我 老公 木蝶 你太胡闹了 我一个灾心 没有公司敢要的 哎呀老公 王管家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你就放心去吧 难道你要一辈子在那个工地干鼓励啊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你的能力可是被凤凰殿肯定过的 你就相信你自己好不好 妈 你要为我做主啊 今天苏远和他那个村库 连起手来欺负我 你看我这手疼死了 哎呀 这两个灾心竟然敢欺负我儿子 是啊 妈 他们回来了 好啊 你们两个人建灵机手来欺负我儿子 可我怎么收拾你 阿姨 妈 好吧 叔叔 你这样问这个孩子 跟我动手 妈 我好疼啊 苏泽 我老公就紧紧抱了你两下 你去这么鬼哭狼嚎的吗 苏姐 你再说 信不信我让你滚出苏家 小子是我的 是他对梦田动手动脚的 哥 你别胡说啊 明明是擦线勾给我的 你别胡说啊 再说了 我都有雨薇了 怎么能看得上这个土包子 对不对啊 妈 就是 我们家小泽 跟雨薇才是一对 才不会看得上 你这个乡下野鸡 苏泽 你这个臭嘴 你胡开背打 妈 你可哪还打我 马上跟我过出组织 凭什么 不管怎么说 夏木槿都是我老婆 好啊 苏云 你今天 竟然为了这个女人 一而再再而三的违背我 我看 你也想滚出苏家了 你也太不讲道理了 明明就是苏泽的错 你听什么都放到我们头上 我们家小泽 哪里有错 我的就是你呗 我没有违背任何约定 我不会离开苏家的 没错 至于我 如果你把我赶出去了 我们可以好好聊聊 苏泽调戏嫂子未遂 这件事情 两个不要脸的贱货 赶快 把这个月的生活费 房租给我交出来 你月底还有两天呢 苏远 我看你是拿不出来了吧 毕竟都被工地赶出来了 肯定没有这么多钱 不好意思啊 被赶出工地的 可能不是我 是你的好朋友 叶绍 苏远 你现在连谎都不会撒 叶绍家可是工地的情报商 怎么可能被赶走 是吧 喂 叶绍 苏泽 你害死我了 叶绍 你在说什么 我也不会去欺负苏远 这样我也不会得罪王管家 害得叶家失去工业的承包权 我倒被你害死了 什么 你家的工地承包权被取消了 对 苏泽 这事我跟你没完 怎么样啊 苏泽 我等着你揭穿我的谎言呢 苏远 这次算你运气好 既然没被赶出工地 那就把钱拿出来吧 给你 妈 一万不够吧 一万块我可是一分不少地交了 你们不要没事找事啊 一万块是你一个人的生活费 现在娶老婆了 她的生活费呢 你老婆的生活费呢 你娶的老婆不给钱呢 你们不要太过分呢 就算是一万块钱 两个人的生活费也够了 一万两个人 你倒打发要饭的呢 就是啊 我们苏家可是本地的豪门 一万一个人 不算多 我一直在这个家忍气吞声 为什么你们一直还容不下我 让你这个把亲妈咳死 把爷爷刻成植物人的灾性 要我怎么容啊 我可不想 克到我 就是啊 让你滚了那么多回 你就死皮赖脸 能留下来 白都烦死 赶紧拿钱 没有就滚 我没有钱了 但我想留下来照顾爷爷 哼不可能 谁说我们拿不出一万块的 孟迪 别逞强 放心吧 哼 你这个乡下的村姑 一万块钱都没见过吧 还逞啊 那那你个多远看看 这是什么